四大不条灾难起 法辟如水 敌人心 禁思弟子 诚使命 万人演绎 入京葬 法辟如水 润苍生 广行环保 红人文 京葬演绎 八月七日 下午一点三十分 四大不条灾难起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大爱一心惯 这个父母为其其之忧 就是说父母亲自己生病的时候 当然也没觉得那么大不了 但是只要是小孩子生病 这个警报系统就马上往上提升 一个十四岁的一个年轻男孩 那么告诉妈妈说 他这个背痛 不舒服 所以妈妈当然非常非常紧张 他自己也有背痛 但是已经忍了很久 但是小孩子背痛 不得了 赶快带到医院里 很多的医院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 我们可以看得到 给他照一个X光 这是胸部的X光 但是主要是要看的是这个脊椎的一个走向 大家看这个胸部X光 当然这个心脏没有问题 肺脏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这个脊椎怎么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从往下看的时候 这个好像歪来歪去 上面有点歪 下面也有点歪 那这个在有些地方就告诉他说 这个是机柱侧弯的 十四岁背痛机柱侧弯 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 那就跟他讲说这个没有关系 继续在追踪 只要他的一个角度给他量起来 刚刚那样的角度 大概二十多度的一个角度 所以再继续追踪 应该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不对 回去有那个痛的情形 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就辗转到我们这个骨客来 骨客的监主任 就跟他仔细的一个检查 就有时候 这个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移 这是胡适讲的话 就是我们跟朋友接触的话 即使有什么怀疑 也不要怀疑 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移 可是做学问 要在不移之处有移 你要在好像看起来理所当然 似乎言之成理的地方 还要仔细去寻找 背后有没有可能有问题的地方 于是检主任就跟他做这个检查 发现不对 这个痛似乎比一般的 这个基柱侧弯的痛 要痛得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那种麻木的这个状况 又往这个底下这个地方 不只是背部这个地方 又往底下那个地方 蔓延的这个状况 所以不对 这个倒是比较像 椎间盘突出去压到神经的状况 赶快再问 这个之前有没有什么受伤的情形 一问之下有四个月前 有一次从楼梯稍微摔倒 坐倒 直接撞到屁股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个病史再加上临床这样的一个检查 高度怀疑 于是给他做了这样合持共振的检查 我们如果这是骨头脊椎骨 那么这是椎间盘 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就会压到后面这个神经 所以我们从这个合持共振的影像上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节一节的脊椎骨 这个白白中间比较小的这就是椎间盘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这个椎间盘正常 这个也正常 这个也正常 可是这里不对 这个椎间盘很明显的就有变扁 然后往后这个状况 而这后面的这个神经 原来就应该要像这样子 通行无阻的这个状况 在这个地方好像被一个大的石头 挡住它的去路一样 这个就是椎间盘突出 所以诊断到此豁然开朗 原来不是基础测完 原来是椎间盘突出 所以这个改变非常非常大 后续当然治疗有明显的不一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另外一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之前走路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走路也是歪着腰 非常非常辛苦不舒服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病人后来做什么 也是认为说是不是又是年轻人的关系 是不是也是基础测弯 所以他走路会这样弯 基础测弯的走路大概不会弯到这么离谱 这是疼痛所造成我们身体 这个知识上有时候要去克服这样的一个疼痛 让那个刺激减少 所以产生出来一种比较不正常的这个知识 这个是形成的原因是这样子 最后的诊断这个也是椎间盘突出 也是年轻人 年轻人刚刚讲说撞到这个问题以外 有时候搬重物 突然间的一个死力搬重物弯腰 然后没有蹲下去的状况 死力搬重物 当然这不只是年轻人 所有人都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会让我们的椎间盘有突出这个可能性 这个病人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的知识是这样子 外道一边来也很像基础测弯 那事实上开完道以后处理完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伤口在这里 小小的伤口 所以一定要找到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那开刀的方式 其实现在开刀对这种椎间盘突出 也都是非常精细的手术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突出的椎间盘 我们把它夹掉以后 骨科或神经外科的意思 把它夹掉以后 这个就好像盲刺在背的 那个盲刺 它是刺向脊椎 所以那种神经的敏感度 我们是不在话下引起的疼痛 当然会那么样的一个剧烈 这个椎间盘的一个状况 就很像是一个缓冲剂 我们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 如果没有这个软东西 我们大概想 如果一天到晚硬碰硬的话 这个世界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如果中间有一些缓和的 这样软的一个东西在的话 它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中 往上往下跳动的过程中 它可以把这个力道给它卸除掉 往前往后也是一样 它富含有水分还有弹性 就会把这样的一个脊椎 之间的一个撞击力道减少 但是大家可想 如果这个往后的一个结果 会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神经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椎间盘往后的时候 我们就可想而知 它会压迫到这边的这个脊髓神经 当然临床的一些症状 就会以疼痛 以及它压的一个位置不同 而产生出不一样的 这些症状出来 不过疼痛大概是绝对避免不了的这个症状 压到这个椎间盘 这是我们从前面往后面看的时候 这个椎间盘压到这里 压到神经或者神经根等等 都有可能造成局部的一个背痛以外 还有像坐骨神经痛的这个症状 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当然开刀把它解除掉的时候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椎间盘都出 就是要开刀 还可以经过复健一段时间 看看有没有帮忙 但是如果临床的症状牵涉到运动 或者是牵涉到大小便这方面问题的时候 大概还是要赶快的跟它解决 这是小朋友 我们要考虑到不只是这个肌柱侧丸 还要考虑到椎间盘的一个问题 年纪大也是YU 那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要考虑到 这就是退化性的这个脊椎 它会引起骨刺 以及这个局部的一个神经压迫 因为肌柱在那个地方 它的空间比较狭小 所以在有一些骨刺的一个状况之下 也可能压迫到神经根 也可能压迫到神经 所以老年人同样是腰歪掉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退化性 在脊椎所产生的变化的可能性 当然还是有一大部分在年轻人 这个腰歪掉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脊柱侧弯 它歪的一个位置可能是在胸腔这个地方 也可能在我们的腰部这个地方 但是临床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判定的话 倒不是只是从这样的一个刻度来做判定 我们可以看到肩胛骨 两边的肩胛骨 尤其是在弯下去以后 可以明显看到有一边比较高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这个大概是临床上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指标 是有可能这个技术测弯的一个状况 那测弯以后我们要请这个骨科的专家们 他们会来判定 因为弯的这个好像程度也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 有的会比较严重一点 有的比较不是那么严重 那怎么判定它严重程度 大概骨科的意思 会从这个开始弯的一个地方做一个标示 然后到比较没有弯的正常位置做一个标示 然后两边画垂直线做一个交叉的时候 来量出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问题 如果角度大概二十几度以下的话 大概观察 二十几度到四十度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 就会使用所谓背架这方面 来做一些外在的一个辅助 那如果大于四十几度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某些这个考量就是要做这个手术 重新把这个歪的一个基柱 给它截弯取直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能够达到 尤其现在慢慢进步 不一定说开完以后整个腰都不会动 基柱都冰冻住这个状况 不过最重要防止腰栓被痛 恐怕都还不是这个 最重要就是良好的生活仪态 立如松 坐如钟 感恩您的收看 欢迎整理